现代人大多久坐,时间长了很可能出现坐骨神经痛,刺痛,麻痹感从背部延伸到脚步,让人站也不适,坐也不适,其实坐骨神经痛的康复率很高,如果不严重的话,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运动缓解。 1. 仰躺在地,抬起右腿,膝盖弯曲,将左脚踝放在右膝盖上,双手绕到右膝后方,将双脚拉近胸部,头部要离开地面,保持这一姿势30秒,每条腿重复2-3次。 2. 仰躺在地,双手并猛,膝盖弯曲,双脚抬离地面,抬起,放下重复5次。 3. 找一个网球,仰躺在地后,将球放在臀下,慢慢在球上滚动,用球按压疼痛的地方,发现痛点后停留30-60秒,避开脊柱虚域,剧烈疼痛时立刻停止,每天用球按摩1-2次,每次5-10分钟。 4. 坐在地上,双腿弯曲,将右脚放到左大腿外侧,用右手支撑地面,左臂弯曲。 放在右膝盖上,上半身和头部慢慢向右后方转动,保持这一姿势30秒,然后换边。 5. 坐在椅子上,抬起右腿,将右脚放在左膝上,背部挺直,上半身前倾,保持这一姿势呼吸10次,然后换腿。 6. 将右脚放在台阶上,右腿不要弯曲,上半身前倾,拉伸右大腿,维持这一姿势30秒,然后换腿。 7. 每条腿练习2-3次,7. 左腿弯曲,将小腿放在台阶上,右脚后退一小步,上半身前倾,维持这一姿势呼吸几次,然后换腿。 停时如何避免挫骨神经痛,不要抬重物,注意坐姿,少穿高跟鞋,维持健康的体重。 每坐20分钟就起来活动一下,睡软硬适中的床垫。 每天早上起床前或睡觉前,都可以做这些伸展运动。 这些运动能够降低坐骨神经的压力,缓解疼痛。 不过疼痛太剧烈的话,还是要去看医生啊。